欢迎继续收听由桑子播讲的长篇玄幻小说《斗魄苍穹》第795回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不得不说 这无尘啊 是个老成精的老怪啊 这等时刻不仅未被火莲震慑了心神 反而在一瞬间迸发出更强的战役 因为他心中非常清楚 在这种时候 进上海可胜 但是退却必输无疑啊 不管十个回合是否能抵达 要是一个不小心 光是这精美的三色火莲 就可以直接变得他极为狼狈 心中闪过这般念头 无尘眼中 狠色更浓了 体内磅礴斗气 犹如洪水般呼啸 硕大的手掌 红光暴盛 掌心之中 隐隐有着一道悬疑的火红符文 若隐若现 刺眼的光芒 令得周围不少人都闭上了双眼 太医火罗掌 火罗盖天地 一声大喝 这无尘体内气势暴涨啊 那双手掌居然如闪电般的膨胀起来 紧紧一息的时间 就膨胀成 杖许的宽大 这看上去就犹如一个散发着强忙的灯罩 随着这道声音的落下 无尘掌心中那道悬疑火红的符文也随之膨胀 其中所蕴含的狂暴的能量也是越来越浓 哎呀 你们快看啊 三丈老居然施展了太医火罗掌中最强的火罗符啊 望着那场中 手掌膨胀的无尘 空地的周围 顿时响起了一道道惊呼声 谁都没曾料到啊 这只是一场十回合的考验而已 但到了最后 却成了真刀鸣枪的较量 他们都非常清楚 此刻的无尘已经动用了他八星斗宗的所有力量 而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却只是一个一星斗宗的青年而已 这一幕令得不少人都有些恍惚的感觉 一星和八星之间的差距可不是寻常之物能够衡量的呀 对于头顶上突然暴涨的火红的光芒 硝烟脸色却没有太大的变化 无尘此人 他颇为的厌恶 这十回合的考验 后者几乎不想给他一丝的机会 哪怕这次机会 需要他付出绝大部分的力量 但是他 依旧没有半点的迟疑 所谓的就不想让硝烟顺利的得到这天火三玄变 其间出手 好几次都是手段颇重 要是硝烟没有什么手段的话 恐怕下场必然不会太好 而这 也是令了硝烟下狠心 施展出这三色火莲的最终缘由 既然你不想让我好过 那你也得为我付出点代价 漆黑的眼眸中 狠立之色散过 硝烟手掌猛的一甩 那三色精美的火莲就飙射而出 那火莲射出的一瞬间 吴臣也是一声怒吼 太一火罗福 吼声落下 掌心处 那悬翼火红的图纹 顿时暴涨 旋即那符纹居然一颤间 从吴臣掌心中脱落下来 化作一道惊人的红芒 连带着空间都为之震动 红芒和三色光芒 一闪而过 仅仅是一瞬间 便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犹如两颗蕴含着可怕能量的陨石一般 在吴臣和硝烟之间轰然相撞 两者相撞的瞬间 似乎连这片天地都安静下来 无数人脸庞上的表情 似乎在此刻都停滞了下来 就听到 哼 这种诡异的寂静 紧紧持续了几个呼吸间 然后一到连斗宗强者都为之恐惧的能量风暴 闪电般的自碰撞出 酝酿而生了 能量风暴刚刚出现 高速旋转的能量椅子 便是狠狠抽在了硝烟和无尘的身上 当下两个人就如遭重击 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犹如断线的风筝倒飞出去 狠狠的落在了地上 在地面上擦出一道百米多长的身痕后 方才停了下来 两个人被震的飞了出去 那恐怖的能量风暴 却是越来越庞大 其中火焰滔天 不仅是令了这片天地间的温度骤升 而且连这里的能量都牵引的变得暴动起来 这种时候啊 没有一个人敢随意的把这些能量吸入体内 巨大的能量风暴 足有百丈大 犹如那横跨天地的飓风一般 那由风暴中弥漫而出的狂暴的威压 令得在场者无不为之变色 大殿之外的空地上 此刻几乎尽数震成了粉末 而且那风暴之内的一波波能量冲击 不断的扩散而开 连远处的森林都遭受到了波及 一些大树啊 直接被拦腰而断 大殿前面 包括那名二长老在内的所有焚烟谷的长老 都深吸了一口气 他们能够感觉到 即便是他们若是被扯进天空上那可怕的能量风暴中恐怕不死 也得脱疼疼疑 唐震 面色严肃 谁都没想到事情会搞到这个地步啊 仅仅是一个考验而已 但弄出来的东西却犹如要把整个焚烟谷给毁了似的 要是再不把这残局收拾了 恐怕焚烟谷会被这个东西搞得一团糟啊 在静等了一会儿之后 唐震也只能缓缓的叹了口气 目光淡淡的瞥了一眼一旁的二长老 在唐震的目光之下 二长老也哆嗦了一下啊 玄吉满脸苦笑 他知道今天这事 怕是彻底的激怒了唐震 但是身为长老这些事 他也必须出面管管的 毕竟天火三玄变 那不是寻常的东西不是 唐震没有理会满脸堆笑的二长老 他脚掌缓缓一踏 空间扭曲间 他身形也犹如瞬间般的 出现在天空上那庞大的能量风貌之前 指尖在面前吁吁的一画 一道巨大的空间黑线就浮现而出 他的双手探进了空间之中 然后猛然的一拉 在这一拉之下啊 空间顿时裂开了一条 足有十几丈庞大的裂缝 那裂缝中透着一眼 看不到尽头的深邃的黑暗 撕裂空间 有这等今天本事的 恐怕也唯有斗尊强者 才能办到 去吧 唐震首长 摇摇对着巨大的能量风暴 猛的一握 然后呢 高速旋转的能量风暴 居然便逐渐停止下来 最后被唐震狠狠的移送 就消失在了空间裂缝当中 能量风暴 刚刚被丢入到空间裂缝中 裂缝便迅速的愈合了 一眨眼的时间就消失不见了 而与之同时消失的 还有先前的肆虐天地的 可怕的能量风暴 见到那恐怖的东西消失了 周围的众多焚烟谷弟子 方才松了口气 玄吉抹了把汗 今天若非是族长出手 这里恐怕就变成了一堆废墟了 将能量风暴收拾掉之后 唐震也吐了口气 他略微有些颤抖的手掌 收入了袖袍 对于太乙 火罗掌 他非常了解 并不可能制造出 这等可怕的风暴啊 那么这么看来 这次的风暴 应该就是由那神秘的火炼 引发而出的了 这消炼 果然不是寻常之人啊 居然能够将一火 发挥出此等威力 我焚烟谷掌控了九龙雷缸火 这么多年 也未曾达到这个地步 此子 当真不凡啊 唐震轻叹了口气 心中不得有些稀才之心 但转念一想 硝烟能够达到这般地步 应该早就有老师了 当下眼中不由得掠过一抹失望 站在天空上 唐震目光在下方一早 然后顿在硝烟和吴臣落下的地方 此刻 两人在挣扎了一番后 有些艰难的爬了起来 彼此摇摇对视 都有些针锋相对的意思 唐震缓缓从天空上下来 淡淡的说道 十个回合已经到了 吴臣 你输了 听得唐震的话 浑身狼藉的吴臣一愣 只能不甘心的咬了咬牙 他没想到 这次居然会鹰沟里翻船 栽在一个小兔崽子手里 不过虽然不服气 但想在先前的可怕的能量风暴后 即便是他 心中都不免泛起一股寒意啊 若是被卷进去 恐怕今天他再怎么说 也得落个重上的下场 萧炎抹去嘴角的血迹 面色隐隐透的一份苍白之色 但更多的却是一份炽热 当初的三色火莲 并不能奈何八星斗宗 但如今却已经能够了 这也就是说 以后再对付这等级别的强者 萧炎又多了一次手段 唐震目光转向了萧炎 微微一笑 声音变得和善些 哈哈哈哈 既然吴臣已经输了 那么按照约定 天火三悬变 也该归你所有 恭喜你 听着唐震这么说 萧炎的心中松懈了一口气啊 他脸上浮现了一抹难以掩饰的欣喜 对着前者郑重了一抱拳 多谢唐公主了 哎 这拳靠你自己的本事 老夫这次倒是所住甚少啊 这十个回合的考验 几乎完全都是凭借着萧炎 自己能力度过去的 说实在的 唐震还真没帮到什么 唐公主客气了 要不是您 恐怕这考验都不会存在的 萧炎一笑 对于唐震 他倒觉得人不错 这个人一身实力不可测啊 但却没有半点 斗尊强者的架子 比起风雷阁的什么雷尊者 简直就算是平易近人 唐震也笑了笑 他不和萧炎争辩 转过头看向二长老淡淡的说 二长老啊 如今萧炎也算是顺利通过了试炼 此事你还有什么意见呢 文言二长老却是苦笑一声 点了点头说 既然萧炎按照约定通过了考验 那么老夫自然是不会再说什么 一切就依谷主的意思吧 见到二长老没有说什么 唐震脸色略缓 视线看了周围一眼说 都散去吧 听得唐震这么说 那周围的肥炎古弟子连忙攻身硬道 然后收回那些看在萧炎身上的奇异的目光 彼此低声交谈着 缓缓退开 隐隐间 那一道道惊叹的声音 依旧是隔着老远传了过来 显然今天的萧炎的表现 令了他们大吃一惊啊 吴臣站在一片狼藉的空地上 脸色有些阴晴不定 扮上之后 他只能不甘心的一甩衣袖 狠狠的盯了萧炎一眼 终于是不再多插嘴了 见到没人再反对 唐震的目光转向萧炎说道 跟我来吧 话音一落 他就率先转身 对着谷中深处走去 唐火儿快步的跟上 后面萧炎迟疑了一下 也连忙的跟上 唐火儿和萧炎 跟在唐震的身后 火儿跟萧炎微笑地说道 这天火三旋变是粉炎谷的顶级密法 所以一般都是放在谷中的斗气阁中的 哦 萧炎冲着唐火儿点头笑了笑 唐火儿 见萧炎不想多说话 有些耐不住性子 磨蹭了一会儿之后 终于低声问道 哎 萧炎 你刚才那火莲 是什么级别的斗气呀 怎么这么恐怖呢 在唐火儿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啊 走在前面的唐震 脚步也是微微一顿 萧炎笑了笑 只是轻描淡写地说 哈哈 那火莲呢 是我使用一火凝成而已 所以威力才不弱的 这个东西消耗也是极大的 佛怒火莲 是萧炎的底牌 当年 他在凭借着一时的热血充脑 凭着几分运气的成分下 把这佛怒火莲呢 给制造出来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完善 佛怒火莲的威力 无疑是越来越强了 而且取得的效果 也令萧炎所习得的其他斗技 难以赶上 因此对于他 萧炎并不想跟外人 过多的说什么 即便他对唐火儿和唐振 都是颇有好感 但佛怒火莲关系太大 所以他不可能 如此轻易地就告诉他们 所以 对于萧炎这般回答呢 唐火儿显然是有些不太满意的 他毕竟不傻 当下不再多问 娇嚣一声后 把话题转移开来 在一路和唐火儿的聊天中 脚下的醉石路 也变得短暂了许多 带着萧炎察觉到 前面唐振的脚步一顿之后 他方才抬起头 此刻 这条醉石小路的尽头 有着一栋遮掩间 葱玉树林之中的建筑物 隐隐间啊 那建筑物上 有着斗技阁 三个大字 唐火儿在萧炎身旁说道 看 这里就是我肥炎谷的斗技阁了 寻常时候 这里是禁止有人进去的 哦 萧炎点了点头 目光不着痕迹地 在周围那些树林中掃过 他能够隐隐感觉到 这里有着隐匿气息的存在 显然应该是斗技阁的护卫吧 唐振对着萧炎辉的挥手 跟我来吧 天火三旋变 是我焚炎谷的顶尖秘法 所以只能在这里 才能得到最完整的传承啊 说完 他走进了那栋巨大的楼阁 萧炎急忙跟在后面 在三个人的脚步 停在斗技阁前之时 立刻有三道身影从阁楼上掠下 化作三名红袍老者 对着唐振攻身行礼 唐振挥了挥手 淡淡地说道 三位长老 请把斗技阁打开吧 闻炎 那三名浑身皆是布满着 庞泊气势的三名老者 目光在萧炎身上扫了扫 然后点头映射 手中同时截出 道道悬疑的印节 一道道火红光芒 从三人手中掠出 然后射在楼阁 那紧闭的大门之上 好了朋友们 与之后事如何敬请收听 斗魄桑雄 第796回